谁能想到眼前带萌抱着盆的小熊竟是萌二 而跟她贴在一起的正是她的好朋友何欣 也就是顶流女明星花花的哥哥 两小只一起长大 熊生遭遇也很类似 萌二何欣都是从小吃百家饭 何欣的妈妈是成功 当时因为要带弟弟和生去熊猫谷也陪 所以小家伙兜兜转转被各位干妈带打 而萌二的妈妈萌萌 据说只带过萌大一个星期 老二则是一天都未带过 因为身强体壮奶水好 萌萌成为了基地的一栋奶水 后来萌大萌二和妈妈一起回到北东生活 那时老二都已经一岁多了 可由于没有妈妈在身边交给他生存记忆 导致二小子什么都不会 照顾过他的李奶爸就曾说过 萌二小时候吃损都不会包皮 急了就直接上嘴咬 奶爸看到后就一点点交给他如何包 萌二学了好久才终于学会 而他掰竹子的方法也是人叫板 每次看到奶爸掰竹子使劲是呲牙咧嘴 二小子就误以为这样才能把竹子掰断 有时候他轻松掰完竹子发现自己忘了呲牙 还会赶紧把这个动作补上 一开始网友都会觉得好笑 但当真正了解萌二的经历后 就会感到阵阵心酸 当初萌萌和萌二分开后再次见面 已经完全认不出自己的一个萌萌还说 二小子好像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妈妈 所以无论萌萌怎么凶都不还嘴 每年萌萌假孕期间或者不想出来营业时 都是二小子出外场代替妈妈上班 网友还因此称他为北东第一大孝子 人送外号萌孝小 好在萌二总算是幸运的长大后还能见到妈妈 由于北洞场地有限他还萌萌共用一个外场 每次出门营业都能闻到妈妈的味道 并且他还遇到了一群 有爱的奶爸奶妈和最好的徐老爷 萌大萌二刚到北洞时 最先照顾兄弟俩的就是徐老爷 难怪二小子经常花式拿捏黄连奶爸 但在对方面前立马化身乖宝宝 一次徐老爷来给萌二涂治满虫眼的药 正在专心致治干饭的他以为是黄连奶爸 二小子投摇的跟波浪鼓似的就是不配方 气得徐老爷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萌二回头一眼原来是徐老爷 心想那没事了 然后一动不动乖乖上摇 还有一次萌二故意拿捏北洞所有奶爸 耍脾气怎么都不肯吃东西 无奈他们只好喊来徐老爷 二小子看到对方后一改往日嚣张乖乖做好 老爷一脸严肃地教育他 以后不许耍脾气要听奶爸的话 否则就告诉妈妈萌萌让他收拾你 之后还轻轻打了一下萌二的手作为警告 二小子则是被老爷吓得一愣一愣 意识到错误的他终于肯吃窝窝头 只能说每一只大熊猫都值得被爱